南投县家庭教育中心为了增进亲子之间的情感 日前在国兴乡北港国小 搬离亲子教育的活动 透过绘本以及陶土的创作 让小朋友表达出他们对于家庭的想象 进而能够让家长们了解孩子的想法 在互动之中增进亲子之间的情感 今天是我们南投县家庭教育中心 在国兴北港国小办理亲子教育的活动 今天的活动是透过绘本还有陶土 来增加我们的家庭关系 然后是让小朋友能够透过对绘本 然后说出对家庭的想象 然后也透过陶土 然后也让父母去感受到 这个小孩子他对家庭的一个感觉 是希望能够让我们家庭能够更温暖 然后能够营造更幸福的家庭 县议员林芳宇表示 暑假即将到来 孩子们也会有许多空闲的时间 也希望家长们能够在工作之余 也能够多陪伴孩子们 并且能够多与他们互动 占尽亲子之间的关系 他们各自忙于各自的工作 也希望说有这个机会 家长们能够抽出宝贵的时间 多陪陪孩子 我相信在国小的这个阶段的小朋友 这个小学生最需要的就是父母的陪伴 我相信更胜于物质上的需求 我相信这个也将是他们 除了是教育的一环之外 对于学生们 我相信可以有深深的记忆 有深深的印象 父母的陪伴才是最重要的 副医长排泉肯定南投县 家庭教育中心的用心 也鼓励县内的家长们 能够多与家中的孩子们互动 让亲子之间能够互相了解 进而增进彼此的情感 让家庭更和谐 记者陈伟一国性向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